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三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拾四边的谎言 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就是来自武汉实验室 事实上所谓病毒源自实验室的阴谋论一开始就被国际科学界和公共卫生界人士所谎定 多行不义必协定 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正在历史上书写丑陋的语题 如果任由蓬佩奥这种邪恶政策继续招摇撞见 美利坚的再次伟大恐怕只能是效法